用這個麥克風嗎 OK 好 那其實好像還有一分鐘 但我猜應該陸續進場也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開始好了 那我的講題是深入潛出 Go ST動手做自己的Linter 那後來在簡報製作的過程中 我發現其實AST講的比較多 Linter講的比較少 但都會提到如果有興趣的話大家可以聽一下 那 開始之前先跟大家講幾個 比較這場議程 我準備這場議程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是關於code的 就是範例code的部分 我的範例程式碼放的非常非常的少 那 網路上其實已經可以找到很多資源了啦 所以大家可以去找 網路上的範例程式碼 那我會講的比較多是一些 觀念想法以及 就是我自己整理起來的部分 那我想應該是網路上比較難找到的資料 那也絕對不是因為我的簡報是昨天才開始做的 那關於這個內容的話 我開始做 我開始玩那個Golan的AST 跟寫Linter這件事情 其實是大概三個月前嗎 差不多的時間 所以如果說內容有日到一些不夠完整 或者有錯誤的地方 可以在Q&A的環節麻煩可以提出來 那我們也可以再討論一下 以及也幫我刊誤一下 那接下來是關於我 就是這場議程其實是 我在Coast Cup的第一次分享 雖然不是第一次在台上分享的 但在Coast Cup這個場合 還是蠻緊張的 那 謝謝 那就是 如果說稍微有點結巴的地方 那就不好意思請包涵一下囉 那首先是先介紹一下我是誰 那我是 YC 對 那這是個 我是YC 那我現在是在Dcard做SRE 那其實是我第三次回Dcard的 那以前是做Backhand 先從Intern後來Backhand 那我現在是做SRE 那開始寫Go的時間也是跟著Dcard在一起寫Go 在大概2018年的時候 那 當然 既然要來這個場所講 有問HR問說 有什麼事要幫忙宣傳的嗎 那HR就給了我兩個QR code 左邊 呃 呃 大家的左邊是我們關我的職缺訊息 我們持續還有在招募後端 ML跟各式職缺 右邊是我們的TechStudio 強烈推薦大家訂閱 就是TechStudio會常常由我們工程師發的各式技術文章 以及一些我們工程師有去講座分享的話 也會有相關資訊 那快速工商一下給大家 欸 都有 還要再掃一下嗎 那我們可以等個 幫我混個5秒鐘 欸 5 4 3 2 1 那我們就進到下一頁 那下一頁首先應該要講的是What is AST 雖然我猜會來這一個場合的大家 可能很多人都已經聽過了AST 或者是多多少少知道他是做什麼的 那其實AST就是個 所謂的抽象語法術的簡寫 Abstract Syntax Tree 那這個東西是為什麼重要呢 其實是因為 他是我們compiler 我們在做compiler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step會產生的東西 我們知道一個compiler在做的時候 他可能會有 唉唷字好像不是很清楚 有點不好意思 那 我們知道一個compiler在做的時候 他可能會有一些那個step 像是 這怎麼樣 Lexical Analyze Syntax Analyze Semitic Analyze 反正就是一堆的analyze 然後產生一些中介的程式嘛 以及做一些optimization 跟做一些那個target code generation 那上面是一個我們看到的就是compiler的理論上面說會有的step 那實際上你在golan裡面看到的compiler裡面 他會提到他有幾個步驟 那其實是有像parsing 那就是上面的Lexical Analyze 跟Syntax Analyze 那 在這兩個步驟完之後就會闡述我們的AST 我們要做一些靜態分析 語法的內容分析之類的 都可以在這邊去進行 那 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們在做 我們在做那個 自己在用go的AST parser 跟go的 那些analyzer的torkit 在做開發的時候 它實際的內容 會跟compiler的AST一樣嗎 那這個答案其實是否定的 go的compiler在原始的初期是 都是用那個叫做 go的compiler在原始初期都是用C寫的 然後後來他出了一個工具 來幫助大家去parseAST 那 接下來他才把compiler的interface 慢慢的讓他更接近go的 這些torkit裡面的用法 那這個的話可以在go的 comment compile的那邊的readme裡面 會有提到這一塊 那這是個比較有趣的地方 但 他也等於是說有官方在提供這些支援 幫助我們去做這個 parsing的部分 那接下來來提到就是實際在做的時候 然後他的這幾個步驟的analyze 他會做什麼事情 那其實像我們知道就是一個程式語言 他的語法在定義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spec 那會有一個叫做什麼lexer的東西 去指示說他的什麼地方會是token 然後他會有哪種類型的token 例如像identifier,keyword,string literal,comment 或者是像是括號這種的 其實不太會唸他 OK,pumpulation 那會有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其實在我們的第一個步驟 在做那個lexical analysis的時候 他就是會把我們的每一個 我們看到的這些字 都標註說 OK,他是什麼樣子的東西 那標註完之後 接下來他就會把他 這些東西利用他的階層啊 這些東西去產生一個抽象的語法術 那這個就是我們 這個動作就是syntax analysis的部分 那我們看到我們剛標註完的這個語法術呢 就會變成 真的是字有點不太好看耶 我真的很抱歉 我等一下會再把簡報分享出來 他會變成是像這樣子的一個tree 那我們可以看到像top-level有一個file 他有一些import的node 有像是function decoration的 declare...declare...declare... 好,反正沒關係 就是the...node 那他就是會一個樹狀結構下來 到像block node 然後像一些statement 跟generic the declaration 對,的東西 那大概就會有像這樣子的 其實像我們剛剛 就像左邊的這個code 展開完之後就會像右邊的樣子 那我們如果說 我們今天啊 獲得了 我們今天有了一串程式嘛 我們想要去快速的做一個檢視 就是我的語法術會長成怎麼樣子呢 我推薦給大家一個很棒的 最近剛出來的工具 叫做ChatGPT ChatGPT因為它是做就是 比較多歸納相關等等的東西 然後那個go的定義的資料也都在它的資料集裡面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叫它說 OK 你幫我parse我的source code 然後幫我變成ast 畫成asciiart 這樣就可以了 但當然如果沒有ChatGPT出來 幫我畫成asciiart之前 我們也是有一些好用的工具 像是這邊會介紹一個工具 叫做 誒 糟糕 我沒連到網路 而且我放錯那個視窗了 真是太糟糕了 不好意思 等我一下下 就會有一個像是這樣子的 麥克風 像是這樣子的一個工具 那其實在parse完之後 你就可以更明確的看到說 每一個節點它的樣子 是長什麼樣子 像是你的scope啊 imports啊 跟你的function 定義 全部展開之後 就會像這個樣子 那它其實是相對複雜很多的 因為這裡有很多它的node的存在 可是實際上 它就是包一層起來的 像是 這邊會有寫到 它會把documents 就是裡面有什麼comments 或者是你的token position 這一類型的東西 都列在這裡 那如果說我們只是要快速檢視的時候 其實用chatGPT產生的 那個 chatGPT產生的ASCII art就很方便了 好 那 接下來這個是我自己在比較整理的部分 是因為 其實golan的asttree 它裡面的node asttree是這一詞 golan的ast裡面 那個 它其實node的分類是蠻多的 那 如果說我從goespec裡面去看它的定義之後 我會跟大家介紹 是有這幾種的不同的categories 那 如果我們有這些大分類 我們看 我們在做parsing 跟我們在做處理的時候 就可以相對比較輕鬆一點 那其實就會有一些像是 lexical的elements 像我們看到的string 那個 刮鬍框起來的地方 那就是屬於一個 基本的 那個 就是 lexical的elements 那 當然我們還有 像 array 它會是個types 然後像我們的import之類的 它會是 那個 decoration 跟scope 那 還有像expression 跟statement 那我們接下來 會一個一個介紹一下 就是這些分類裡面 大概是什麼樣子的東西 首先我們會看到像是 lexical的elements 我們在定義我們的 變數的時候 我們都會給個變數名稱 然後像我在給我們的 function的時候 我們也會有function name 那這些name 它其實在裡面都是被稱作 所謂的identifier 那這個identifier呢 其實就是屬於它的 lexical的elements的其中一環 那包含像是一些 我們看到的string 就是用那個框起來 對 這不是要諷刺誰 就是框起來 的那個string 跟 我們看到的數字 符點數 這些東西 它就是屬於一個 basic的literal 它是 basic literal裡面 就會有再分這幾個type 那還有像是 我們用array 我們可能有一個array of string 它就是屬於一個composite literal 那當然function的話 像我們的匿名 function 它也會是屬於一個literal 它就是屬於 它就會是一個基本的 比較基本的例子 除此之外 我們還有type 那type在勾連裡面的解釋 它就會告訴你說 這是一個set of value 然後 看一下 type determines a set of value dot together 就是你可能有一個array 裡面有string的時候 它也是一個type 那我們就會看到 它其實像array type channel type 像是function type 你只要是一個type 它跟其他 你只要是一個形態 它可能會裝著其他東西 或者是之類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 它就會產生一個type 那我們就會看到有array type channel type function type interface type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還會有一些像是 decoration跟scope 那這邊就會是我們最常見的三個東西 decoration expression 跟statement 這三個做的事情就不太一樣 那 這三個也是我們在做parsing的時候 最外層會出現的 外層會出現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的一個decoration 是 主要來講你少寫了一個右括號 它就會告訴你是back decoration 或者是 它也有一些function 跟那個gen是generic 也就是說像我們的const 像我們的ferible 都是屬於這個範圍 expression expression 什麼樣子的東西 我們會視為是一個expression 它會是一個function呼叫出來 會把結果傳出來的東西 叫做一個expression 或者是 這個expression 它可能是有一些operator 例如我們1加2 這個1加2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expression 那expression很常 我們也可以把它作為 我們可以直接把它作為一個failure 再使用 所以舉例來說 當然 那個expression 它也會有那個bad expression 那當然還有像binary 我們在做if判斷的時候 if a if error不等renew 這件事情 它也是屬於一個expression 而 a不等renew 是一個expression if 是一個statement 然後 call 方聲call 例如我要呼叫說 is valid 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call的expression 那其實你會看到 這裡一樣 有這麼多的expression 那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分類 就是statements statements 就是 我們剛知道expression 是我們可以拿來作為failure使用的東西 我們可以拿來作為值 再看它 大部分是一個failure 也可以有multi-failure的情況 那statement 不太一樣 它是用來控制程式碼的部分 所以舉例來講 我有一個 呃 我有一些if的判斷式 我有我的for回圈 或者是 我有我的switch啊 或者是之類等等的東西 這一類型的內容 它是屬於控制程式碼執行的部分 那它就是statement 那簡單的分類ast之後 我們可以分類成這幾個類別 那 這樣分類完有什麼樣子的好處呢 我們再回到 我們剛剛parse完的這個乳法去 我放大一下好了 大家就會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我們再回到這個放大完的乳法術之後 呃 欸 什麼回到放大完乳法術 放大到這個ascii的乳法術之後 你就會看到說 其實它的每一個這些node的type 我們就變得比較可以知道 它是在幹嘛的東西了 像是 field list 像是function type 它是一個function的type嘛 因為它會需要再帶入其他的type進來 然後它在宣告的時候 就是一個 那個 decoration 對 decoration decoration 對 反正 然後再來是像 呃 我們就會看到像是我們的變數 在做 宣告的 宣告跟定義的時候 它可能是一個generic的decoration 對 那還有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像是 在做for回圈這件事情跟return啊 這些控制程式嘛 執行面的部分 它就是statement 它就是statement 那我們就會看到它有一個suffix 就是statement 然後我們會看到像是這個nt的部分 它也就是個identifier 然後跟我們有一些像 咦 好我發現了 我發現了 chargept生產錯了 這個應該不是那個identifier 這個應該是 這個應該不是identifier 這個應該是別的東西 對 那我們這樣子 因為它其實 Node裡面的type 非常非常的多 在我們能夠簡單的把它做完一個分類之後 我們看到我們就有辦法 比較好的去理解它 跟認知它 那 在我們可以去分析我們的程式碼 裡面有哪些node 哪些type 跟怎麼執行之後 我們產生了這個st 我們可以分析它之後 接下來的問題點是 我要怎麼寫linter 我知道我parse完會有一個st 那linter是怎麼寫出來的 How to write alinter 這是我們接下來的主題 那 先介紹一下 在我們寫linter的時候 我們有四個非常非常重要的package 首先是token 我們知道在做那個lexical analysis的時候 它會變成很多很多的 就是主要來講identifier 或者是keywords 或者是之類等等的東西 這個是被定義在token裡面 就是它會把它拆成很多很多的token 接下來 我們就是利用parser跟token 它會把它產生出一個ast 就是我們看到的樹狀形式 那它裡面就會有包含很多name啊 comments啊 這些相關的內容 那 這三個東西 其實就是幫助我們做 程式碼的靜態分析會用到的工具 那 在做linter的時候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很棒的工具 叫做analysis 官方文件的說明說 它是個interface between modular static analysis and analysis driver program 那看到這個說明 誰知道他在講什麼 現在來解釋一下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analysis的package呢 是因為我們在做模組化的linter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視為它有兩個部分 其中一個是 其中 我想一下 其中一個是我們的驗證的檢查的邏輯 邏輯的部分它可以是盡量最單一的 盡量最小化的 指令來講你的printf裡面 一定要有什麼參數 或者是說 指令來講你的 你要做printf的時候 我要求你上面一定要有註解 這一類型的規則 我們一條一條一條規則的寫 它就是屬於一個模組化的static analysis 我們就可以把它 規則模組化最小化 那我們就可以比較好的去維護它 那 模組化最小化的 我們要怎麼執行 我們要怎麼管理 它會給我一堆 我會有一堆input 我會有一堆要執行的東西 我有一堆result 所以 我們會有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analysis driver program 舉例來說 就好像 我們用comment打下去 例如我要check圈圈圈 然後把我們的路徑之類的打進去 或者是我今天用像golanci-linked 這類型的套件 它在ci的流程中幫我做確認 就是user直接去操作這個東西 它就是一個driver program 那這個driver program 就可以透過analysis的這個介面 去把內容送給我們的 那個analysis邏輯裡面去跑 那analysis driver program 就像剛剛講到的 它是我們的command的 或者是我們的 golanci-link 它其實做的事情就是 它會幫我們parse input 幫我們整理成一個st 就是幫我們parse input 幫我們整理成st的樣子 幫我們去照我們的config做一些處理 以及就是handle相關input的內容 那包含如果說我們pass給它我們很喜歡的點斜線點點點 就是目錄底下的所有資料的時候 它也會幫我們去做讀檔案進到fileset 跟parse它進到ast 這些東西是如果我們在沒有analyser 我們要直接去呼叫goast跟goparser跟gotoken的時候 我們需要手動處理的部分 那在這邊因為我們有driver program 它就可以去處理 那以及我們底下的每一個邏輯跑完 它會有一些result 那這些result它可以怎麼樣被放在一起 然後怎麼樣去基於這些result 可能要給一些對應的內容 或者是可能要return error不能讓它繼續跑 這些東西都可以在analysis的driver program去做處理 那其實像analysis package裡面 本身就有提供一些很基本的driver 像是這種single checker,multi checker,unit checker 那用法就非常非常的簡單 用法大概就像是這個樣子 其實你只需要把你的analyser送進去 跟你的single checker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變成一個command呼叫它 那這也是因為 這也是golan提供的非常棒的功能 就是有這個功能 我們再處理起來都會變得比較輕鬆 那接下來就是一個模組化的static analysis 要怎麼樣去進行 那其實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我需要去便利我的所有node 我要去便利我的所有node 找到哪一些node是我的處理對象 然後接下來就是去apply我的邏輯 舉例來講我方審 舉例來講我今天可能有一個很老派的思維 我覺得方審宣告的後面 我要求你的命名要f-u-n-c 那我就可以 我就需要去便利我的所有node 從file開始到那個decreation 到block 到底下各個statement 甚至再把block statement往下走 的每一個node我都必須要去看 然後我都要去assert他說 你是不是方審宣告 如果你是方審宣告 我就要apply我的邏輯 然後report到其他地方去 這個是那個onode的部分 那接下來就是判斷啊 跟他有沒有符合我們的規則 就是他做的邏輯的部分 另外就是在做這一類型的分析的時候 我們不會 他的結果我們有 除了result的結果之外 還會有一些report 就是你可能要讓他變成一些output 通知使用者說 你不能這樣命名 你的命名是有問題的 所以他這邊的用詞是用report 欸為什麼這裡有兩張 好 那analysist的analyser幫我們做了這樣子的事情之後 其實我們就會知道 我們在做一個analyser有這裡面幾項東西 像我們的analyser是什麼名稱 你的documents 你要給他下什麼flag 那其中最重要的是這個wrong wrong裡面會給他做一些東西 我們的下一頁會解釋 那其他還有像是 如果他有error的時候 他是不是要被執行 就是可能其他analyser或者是之類的 已經發生了error 那你這個analyser 是不是就不能被執行 這個是可以 這都是可以定義的 然後他也會有一些result type跟require 他的require就是他可以有一個tree 你可以有一個先有一個analyser幫你做某些事 再把你的analyser串上去 然後跟一些fact 就是你可以在不同的analyser之間share一些事實 對 時間比較趕我講快一點 所以接下來比較重要的東西是wrong wrong其實他會給幾個東西 像是有一個pass作為他的參數 這個pass呢 其實就是一個你會需要test到的內容的集合 舉例來講我下了一個點斜線點點點的那個pass 那他就會把這些東西全部處理完變成一個fileset 然後變成一個ast之後把它放在pass裡面送過來給我 那我們就可以針對這個pass做處理 就是他會有我們所有需要知道的環境訊息 我們 他裡面的欄位有點多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看一下 誒 為什麼點不開 好 我點不開 他裡面的欄位有點多 時間有點趕 我們就繼續往下進行 那他裡面就會給你像是fileset 你的package name啊 或者是你的一些相關訊息 你現在你自己是哪一個analyser 然後或者是 一些你要report用的方式 他都會在pass裡面去提供給你 那pass 除此之外 pass還有提供 除了這些基本功能之外 pass還有提供一些很棒很棒的功能 像我要提的就是一個叫做pass的inspect 嘿 還是打不開 真是太糟糕了 好 沒有一個是打得開的 好 沒有一個是打得開的 那pass的這個inspect 它的功能可以做到像什麼樣子的內容呢 就是 我們知道剛剛我們如果自己寫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需要去遍離每一個node 然後我們要針對他node的type來決定 我們要對他做什麼處理 但這個東西其實跑起來 你看所有node都要跑耶 然後我們剛剛只是拿一個holloworld 它的node的數量就已經長成那個樣子了 如果我們今天是個萬行程式嘛 那是不是效率上面就會有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像pass的inspect 它有提供一個很棒的功能叫做preorder 就是你可以先告訴他說 我不要其他node 我要哪些type的node 那他就只會把這些node送給你 之類的內容其實都是passes 它會提供的一些額外的功能 那 有了這些功能之後 我們要怎麼樣把它整進我們的CI流程裡面 首先我們可以像剛剛的driver一樣 我們就寫一個簡單的comment去跑它 但很多情況下我其實可能有很 有不只這一個check要跑 甚至是有很多是別人寫好的功能 那這時候其實就可以去使用 golanci-link的plugin功能 我這裡一樣是有連結的 但是一樣是打不開的 所以那個等晚一點我會把簡報分享給大家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點簡報的應該是可以點得開 那這樣子放進去compile完之後 他就可以做一個plugin 在我們的CI流程裡面用golanci-link去把它呼叫出來 那我們很快速的來到了這裡 剩下三分鐘我們趕快Q&A 真是不好意思 有沒有人有問題 謝謝 謝謝 好奇就是實際上有用 有做什麼客製化的go linter嗎 其實我是還在寫 那像以我這次做這個需求的原因是 我要做一個變數的dependency tree 舉例來說 舉例來說 我有一些function 我希望只有我信任的ferible 我可以傳進去 那我信任的ferible 如果說我只是給他一個壞列 或者說我是只有const能傳進去 那其實是很狹隘的 因為舉例來說 我可能會因為一些判斷條件 把兩個我自己寫的string concat在一起 那這樣子我就必須要檢查說 我在做一些string concat的時候 這個它的function的dependency 是不是也是const 那我就可以利用這樣子 我如果說我今天自己寫一個那個 linter analysis的部分的時候 我其實就可以把我整個變數的 相依依關係全部印出來 就是例如我的A變數 depend在B跟C 那如果B跟C都是我自己定義 pre-defined好的string liter 那我就可以確定 我的A跟B跟C 三個都是可信任變數 那如果我的C是從function裡面被帶進來的 它不在我package裡面 那我就知道這東西我不可以信任它 那我就可以讓我的linter說 我就可以讓我linter指定的function 不能傳這些東西進去 那這是我在做這個東西開發的時候 主要想要進行的 那就是為了這個需求 我才開始看linter 大概是這樣 我會先在公司用 如果用起來沒有太大的問題的話 應該是可以open source的 那其實是我師弟 那其實這個是我自己在 算是我自己在寫的部分啦 對 我想問一下就是 它最後做出來的結果 會是一個執行檔還是說 它是一些規則可以套用在已經有 比如說像既有的linter 像eslinter可以套用自己的規則之類的 還是說它是一個standalone的執行檔這樣 像剛剛其實有提到就是 這兩個方式是都可以的 因為我們在寫的時候 我們是用analyzer這個介面去 我們用analyzer這個介面去寫我們自己的邏輯 然後我們外面要再套一個driver 所以套那個driver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它變成一個執行檔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analysis package裡面提供的 像是singletracker 或者是multitracker 那它就可以compile成一個執行檔 那如果我今天不想要compile成一個執行檔 我想要把它整合在我們剛剛 golanciilint的流程裡面 我們就可以把它compile成一個library plugin 我們把它compile成一個plugin 那golanciilint golanciilint它就可以去讀我們的plugin 然後執行我們的邏輯 所以這兩個方式是都可以使用的 好那我們就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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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